这次参与商议市民调的市民和新闻从业员 在前几天才收到一份由民调公司撰写长达68页的平衡资料 介绍修改出版法和视听广播法的背景资料 以及一些有关修法的正反观点 不过有观察员就质疑这份平衡资料是否真的那么平衡和中立 有份参与审核的议员和传媒学者也指出 这份平衡资料的确有问题 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也不是全部被议员的团体所接纳 现在的问题是不修改和修改并列 原来你不修改应该占50个蝙蝠的 你可能变成12或者15个蝙蝠 是否撤立或者是否立法方面 那个倒向性会比较明显一些 贸贸然正是执罪法律主义来到去进行修法 为澳门的社会和新闻媒体都是一个伤害 这份平衡资料并没有把90年代中文媒体一致反对修法的缘由 以及澳普政府主动撤回设立出版委员会的历史写进去 另外有观察员指出 平衡资料引用的部分例子具有争议性 例如其中一个主张应设立专门机构监管新闻工作者的例子 就引用了当年美国纽约时报造假 虚报伊拉克拥有大杀伤性武器 成为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导火线 但事后证实整个事件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操控 担心不熟悉事件的市民有可能会被误导 不过由审核委员会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说Times这个例子是曾经有人提过这个观点 但究竟这个观点对还是错呢 事实上我们传播方面来说呢 是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不通的 但是它不通它都是观点之一 你应该相信人的理性的 我相信与会者也不会蠢成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是习惹的有毒的 或者一些错误的东西全部都炒一碟 给市民吃 哎 这么大个人他自己会分的了 那么他问我为什么要付那么多钱 请个专家分 郑明轩认为如果这份平衡资料 不能做到尽量客观和中立 将会失去商议市民调的精神 奥义卫视彭艾茨王冠中澳门报道